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来看一台神舟的笔记本 一台神舟的战神游戏本 型号是战神G7 战神G7 说是在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重20cm cm什么时候变成质量单位了 我猜它肯定是写错别字了 应该是从才对嘛 从20厘米高左右摔了一下就开不了机了 螺丝已经拆掉了 强烈要求拍个视频 那正好今天就修到你了 顺手拍一下吧 插电看一下待机电流0.0 貌似也都正常 按开关 没有任何反应 不开机 20厘米应该就这么点高吧 就这么高摔一下就歇逼了 这好吗 这不好 拆开来看一下 没有被修过 我怎么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顿时感觉大势不妙 像是哪里短路了 电子是已经拆掉了 先来测一下对地组织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南桥了 我去还真短路了 这个南桥肯定斜鼻了 桥供电和待机三幅都短路了 5幅 5幅倒是没短 看来这个南桥 已经凉了 摔了一下能把南桥摔坏 这个南桥上面的晶体还是栩栩如生 夸插 我把主板给拆了出来 发现主板上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烧焦痕迹 难怪 看客户发过来的视频 难怪 上一家维修师傅拆开看了一眼就装回去了 这个主板的这个3.3伏的供电芯片已经是烧焦了 带着焊盘也给烧没了 检查了一下主板的其他地方 没了 就这一个位置烧了 既然南桥短路 先把南桥给拆了下来 焊盘这边也给它简单处理一下 把烧焦的部分给刮开 烧掉了几个银角 等一下给它飞线补焦盘 拆掉南桥之后 桥供电不短路了 3.3伏也不短路了 看来只烧了一个南桥 本来我以为3.3伏短路的话起码是烧一大片的呀 包括南桥EC 网卡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芯片应该全军覆没才对 但是我只把南桥拆了 供电阻值就恢复到正常 看来终究还是南桥承担了所有 烧焦的焊盘这边 烧了三个银角 三个银角呢 我已经全部补好了 找一颗供电芯片给它换上去 这个芯片确实是好小 不知道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OK 这边芯片已经装好了 焊的还好 焊盘也都补好了 这边有个同型号的芯片 走线确实很细 这么一根细线能经得住这么大的电流吗 插电 看一下3.3V供电有没有 好的很漂亮 3.3V供电正常产生 桥供电也有了 好的 看来这个焊盘处理的也是蛮好的 供电都正常了 那么供电正常了 下一步可以考虑给它换南桥了 装上一颗全新的 8代南桥 换好南桥之后再来试一下 这个南桥是已经换好了 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 大档的上电 按下开关 漂亮 电流 撑撑撑撑的就跑了上去 一路小跑 CPU发热 显卡发热 看来都已经工作了呀 把它全部都装起来 看一下能不能显示 装上内存 上了去 跑了一会电流 屏幕成功点亮 是i7 9代的处理器 显卡好像是1660吧 或者是2060的 6G显存 应该是1660Ti才对 开机之后 我们进系统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其他功能还有没有问题 像这种3.3伏供电机窗的 只烧了一根南桥 那也算是运气好了 以前修过一台掉的笔记本 同样也是3.3伏机窗 南桥 EC 有线网卡 无线网卡 硬盘 屏幕 全部带走 2000块钱的笔记本修 修了1000多块钱 1660的显卡 还好显卡没事 那看来这台笔记本 最开始问题应该就是 先南桥坏 然后导致 芯片坏 南桥短路导致大电流 芯片待不住 少了 终究还是要靠南桥承受 所有 都要靠南桥的 都要靠南桥